各位好 欢迎来到赛后采访 我是西然 恭喜T1拿下了本场BO5的胜利 我们请到的是辅助选手Keria来到赛后采访 欢迎Keria选手 也是恭喜T1拿到了最后一张通往四强的门票 其实本次世界赛进行到现在 LCK的最后一支八强队伍也就是T1 那他们在主场作战的压力其实也是显而易见的 所以今天赛前选手们的心态又是怎样了呢 其实这部分的话没有太注意到 但是呢确实没有想到说 LCK的其他队伍会在八强都淘汰了 这一部分反而是比较的惊讶 那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吧 让我们有更加要去打好我们这场比赛的一个想法 那第二个问题此前 其实T1的选手们在采访当中提到 在比赛的进程过程当中 与其一直去迎合版本 不如去拿自己擅长的体系 比如他们今天就拿出了赛纳加上尼拉 还有艾西加上维鲁斯这样的一个组合 所以想问一下在面对到LNG的时候 他们是在集中哪一部分针对做得特别好呢 首先是针对在LNG他们自己比较喜欢的 比较擅长的英雄当中 我们也是去主动地针对了这一部分 在BP上面进行了一些处理 当然我们也会在Counter的选择上面 也去选择他们阵容的一些Counter位 这样的话主要去进行今天的一个游戏进行 那其实也能感觉到进入世界赛之后 T1的状态也是越来越好了 所以最后问一下 他们即将在四强面对到京东 那他觉得这场比赛的走向又会是怎样了呢 일단京东은 올해 지금까지 제일 잘하는팀이라고 생각하고 그리고京东을离게 하면 꼭 롤드컵 우승을 할 수 있다는 생각이 항상 있었는데 이번에 만나게 돼서 꼭꼭고 싶고요 그리고京东이 그랜드슬램이잖아요 우승하면 그래서 꼭 막고 싶고 막은 팀이 우승도 하고 싶으니까 꼭 이기고 싶습니다 其实我一直觉得 京东是目前我们在世界赛上 可以说看到最强的一支队伍 如果说我们能在四强当中 击败京东的话 我们是非常有希望去夺冠的 而且其实京东也在追寻 自己的大满贯这条路上 所以我们非常想阻止 他们达成这一成就 也会在下场表现当中好好表现 然后去击败我们的对手的 再次感谢Carrier来到赛后采访系 감사합니다 감사합니다 我们之后再见 拜拜 欢迎来到赛后采访 我是Nash 恭喜刚刚取得3比0的T1 我们邀请到的是 T1的中路选手 Faker接受我们的赛后采访 大家好 我是Faker 再次恭喜香鹤哥 帮助队伍拿到这样的胜利 第一个想要问的问题是 T1在比赛之前有想到 这会是一个这么轻松 简单的系列赛吗 今天竞争开始 你猜猜这么容易 贏得到的 那其实在某种程度上 我们已经想过 我们会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 但是我们今天在游戏内的表现 还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说今天的表现 也是比较满意的 那在今天出赛之前 其实T1是仅存的一支 韩国队伍 仅存的一支LCK队伍 那你会觉得 在主场作战里面 又是仅存的一支LCK队伍 会对你们造成额外的压力吗 지금까지T1은LCK 리그에서 有一个阶段인데요 이거 좀 부담스러워나요 저는 뭐 그런 상황 같은 것들은 전혀 신경 쓰고 있지 않기 때문에 딱히 부담되지 않고 저는 저희가 열심히 준비했던 것들 바탕으로 경기를 하는 거기 때문에 크게 부담스럽지 않습니다 其实我对于这些 并不是特别的在意 我觉得只是要集中在 我们自身的一个表现上 去打好每场比赛就可以了 所以并不是特别在意 那回到这个系列赛 其实我就提问 你们今天在 红方在BP上面 做了非常多大胆的尝试 包含尼拉 珊娜 包含 艾西辅助 甚至包含捷西上路 这个是 什么原因会让你们 做出这么多奇特的选择 사실 오늘 레이더 진영에서 많은 시도를 해봤는데요 뭐 리라 그리고 에시 서프 이런게 이렇게 많이 시도해봤는데 이렇게 핍한 이유가 무엇인가요? 저희가 전략적으로 여러가지를 준비를 하고 있고 조합적으로 상황에 따라서 쓸 수 있는 챔피언들이 많기 때문에 오늘은 그런 상황이 맞아서 사용하게 된 것입니다 네 那就以你个人而言,其实在第三场比赛你在对线上遇到比较多的状况 在对线上是输得比较多 可是尤其是下路有一波非常关键你的支援方式的对面的塔杀 可以跟我们讲解一下那波会战吗? 那其实是确实存在我们前期并不是一个特别有利的开局 但是也是多亏了队友们打得非常好 创造了非常多的机会 所以说才完成了一波比较漂亮的击杀 接下来你们在四周处的对手是在一场任何一场大战的JDG 你对这个队友有什么评价? 第三个队友会在队友会判错过了一场对方的两次一场队友会 我很期待在队友会发生了很多事情 接触到队友会面的队友会发生了很多东西 之议会做得比较整理体制造型的一场队友会 然后又觉得有什么比较多的竞争力 我对这场交手还是非常期待的 而且本来今天就非常想在世界赛上跟京东交手 我相信会是一场非常有趣的比赛 所以说对于之后的交手也是充满了期待 那最后一个问题 这个是Faker其实生涯第一次在韩国主场打世界赛 那在仅胜T1一支队伍是LCK代表队的情况之下 你们大家都对你们夺冠寄予厚望 像请Faker在最后面跟我们讲夺冠的决心 我们这次的目标当然是为了冠军了 所以说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我们也会好好备战争取拿下冠军 再次感谢Faker接受我们的赛要采访 祝你们在未来的市场跟可能的决赛都一路顺利 谢谢接受我们赛要采访